打完之後 程式基本上就已經寫完了 因為你寫得出註解的基本上 應該都可以寫得出程式來 OK 那這裡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跑回圈 然後呢 這個跑回圈有所謂的藍回圈跟列回圈 那一般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打 比如說1 你的什麼藍回圈 然後列 先列回圈 然後再 藍回圈 就如此類 然後3的話是什麼 4是什麼 那就把結果輸出去 OK 那比如說呢 我的列回圈 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打程式 程式部分很簡單 列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的範圍 我們可以先 看一下我的範圍 基本上是從 列的話是從第4列 到第幾列呢 第10列 對不對 1 2 4 2 4 6 少少一列 所以這邊應該是2到10 應該到 這邊應該在插入 再插入 插入一列才對 所以這裡應該是這個範圍才對 漏了一列 稍微補一下 就是 4到這邊也把這個所有礦點 4到11 OK 然後呢 藍的部分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 先列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 i i是列 4 i等於 4到 11 Enter Enter NAS OK 再來的話呢 我要決定那個藍回圈 那藍回圈的話就把它放在裡面 先做一個 那逐步來看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我要怎麼樣呢 我先輸入 從上到下 8個就好了 我們也不要野心太大 接下來的話怎麼樣 Sales 我的出春歌裡面呢 刮壺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在i裡面 逗點 後面的話 你可以在B欄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上B欄 或者打個2也可以啦 我前面有先跟各位講過說 因為你打2有時候 會比較不容易理解 用B欄會比較容易理解 裡面的值等於什麼呢 我們可以傳一個字串給他 這個字串呢就是 剛剛的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你可以這樣 把它在 這邊 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 先複製 Ctrl C 一下 然後呢 取代 這個取消 程式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裡面 因為實際上呢 我這個地方 後面等於這個字串 就是 把 這個公式丟過去 那只是說有哪一個部分會改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 在 哪一個地方 會改變呢 如果Row的話 基本上 我們 在 這個Column部分 應該暫時可以先不用理會他 那會改變的話 應該是Row 那Row的部分 向下 這個這個 OK 列的部分 列的回圈 我們先 各位先試考看看 藍跟列的部分 那怎麼組合 最後怎麼輸出 它會是正確的結果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試看 VBA的這個寫法裡面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說我用公式 公式 帶到後面把它當字串 丟到上面讓它執行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不要公式 後面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那個VBA裡面的 函數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不是用公式 而是直接VBA的 純VBA的 那這個方式 大概也是 兩種都是方法 我們 兩種都可以跟各位做解 解說 那首先的話 第一種你如果說把上面的公式帶過來 那 我們這個地方有哪些 需要做改變的 實際上你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你的哪些部分會改變呢 其實就是 根據這個地方回圈的地方 哪些會改變的 就列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是用Raw Raw去取得什麼 取得列號 那因為這邊已經有列號 所以這個地方Raw就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要把它改為I 也就是說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字串式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字